我们看看这题目 以致对于每一个正整数n 这个数列满足n乘以an 大于等于4n加1 小于等于4n加7 是求这limit n区均无最强大an的值 那么首先 我们同处于n 我们可以得到 这an 大于等于4n加1处于n 这是4加n分之1 那么小于等于4n加7 处于n 我们得到这是4加n分之7 那么这时候我们同取 这limit n区均无最强大 那么我们得到这limit n区均无最强大 这是4加n分之1 那么这里会区均于0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极限值 这是等于4 那么这limit n区均无最强大 这是4加n分之7 那么当n区均于无最强大的时候 这会区均于0 所以呢我们得到 这个极限值是等于4 那这两个值是相等的 因此呢我们根据这甲戟定理 这limit n区均无最强大 an 这个极限值是等于4 这个答案 就应该所失败的 不分之3 让你认为4加n分之7